我提到道德本性 因为上帝有一些不在道德本性的范围里面 比如说上帝是永恒的 上帝是独一的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上帝无所不能的 这些都不是道德的范围 道德的范围是良善的 是公义的 是慈爱的 是圣洁的 这是道德范围 所以上帝的道德本性 是我们道德本性的样板 上帝的道德本性 是我们伦理的目标 上帝的道德本性 是我们过一个和神子异生活的动力 上帝的道德本性 是我们整个道德伦理的基本实质 所以因为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 所以我们就应当在道德的本性上 效法我们的上帝 而效法的媒介 同效法的样板 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样上帝所有的影子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所有的圆板都在上帝里面 上帝是我们一切样子 我们一切本性的圆板 所以上帝内心 上帝的生命内涵中间 所有的一切都有影子在我们里面